这条是二人溪的支流 为了防止垃圾是从上游往下冲 因此环保局在中继站 是设了垃圾栏网 环保局人员用绳索固定在桥面上 把长约五公尺的栏网 慢慢放下水中 去拦除一些垃圾 避免它流入大海里面 去造成大海里面的生物 去影响到它们的生存 栏下的垃圾主要都是来自民众 日常生活的废弃物 去年总共攔除4500公斤的垃圾 前三名分别为垃圾包 塑胶类垃圾 其次是动物尸体 除了触动垃圾栏网外 还有科技及时监控 像是安平运河 就有及时水值监测仪器 和影像监控系统 节流站砸门就会打开 然后有时候部分垃圾就会跑出去 然后就会设我们摄影机 还有那个我们水值仪器 然后我们去监控里面的水值 PH温度跟一些溶氧这样 只要河没有垃圾累积 或是水值出现变化 就能以最快速度处理 维持干净的面貌 大爱新闻家先林道明 台南报导